随着气氛递进,艾米莉亚会越来越喜欢上我们,甚至脱下了衣服,愿意跟眼前的男子物理交流。 只不过,如果玩家坚决离开,那么画面就会来到另一个场景,艾米莉亚坐在了我们的面前,表示我们是不可能的。 如果某天玩家打开了家里的电视,却发现到里面的演员全部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死去,你们又会有什么反应呢?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由Model 19制作的独立游戏Nightmare Zapping,是一款和电视互动的恐怖游戏,玩家可以在电视上不断切换频道,而不同频道也都会出现不一样的画面。 而这些画面都是源自于同一个地方,然而这个地方却受到了诅咒。 我们将会在电视中看到电视里的人因为诅咒而面临不同的命运。 今天,玩家机密就要来和玩家们分享一下独立恐怖游戏Nightmare Zapping的故事。 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哈吉妹妈秀! 故事开始,玩家深夜打开了电视,想要坐在沙发上享受电视节目。 却意外发现,频道2报导了一座名为卡内拉的小镇,迎来了灭亡的新闻。 这里发生了一场灾难级别的事件,并表示这个地方很快就会不存在,然后画面就变成了杂讯。 接着切换到了频道6,我们会发现这则节目貌似是以第一人称视角去描述故事。 而且,与其说是一个节目,倒不如说是我们从电视里看到了其他人所经历的事件。 一名男子说自己每天放工回家,路过这条道路的时候,总是会有一只黑狗不停地对他拳飞。 然而这次,那只狗竟然冲了上来,试图攻击男子。 此时,玩家可以选择要提走他保护自己,又或者是大声尖叫。 但不管怎么选,男子都会对自己的举动感到后悔。 因为眼前的黑狗,此时已经逐渐变成了一只奇怪的生物。 当下的他应该选择往后逃才对,之后,画面变成了杂讯。 如果这时,玩家再次切回了频道6的故事,就会发现多出了逃跑的选项。 可就算逃跑,男子最终还是没能逃离,被恶魔给追上了。 紧接着,来到了频道8,又有一名男子在早上6点起床准备上班。 而男子也打算为自己做一个简单的鸡蛋吐司当早餐来吃。 只不过,男子竟发现到,煎出来的鸡蛋竟然自己形成了304的数字。 即将迟到的他没有多想,快速吃完面包鸡蛋后便准备出门去。 临走前,男子必须对门旁放着的雕像进行祈祷。 虽然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也不太记得为何一定要对他祈祷。 但他很确定,如果他直接出门也不会发生任何的事。 最后说了一句,我很抱歉,我忘记了,爷爷。 然后便走出了门。 突然传来了一声撞击声,一辆失控的卡车撞向了电线杆。 倒下的电线杆不巧得刚好砸在了刚出门的男子头上。 最终男子倒在了地上,一动也不动。 来到了第十一频道,居然看到了一位女子在浴室中洗澡。 冲洗完毕后,发现自己忘了拿毛巾,便透过呐喊的方式向在家里的丈夫寻求帮助。 接着出现一只手拿了毛巾给女子。 女子抹干净身体,围起毛巾后,突然浴室的门打开了。 丈夫表示自己要出门,询问女子需不需要买一些东西。 意识到不对劲的女子突然要求丈夫等一下,但丈夫已经转身离去。 厕所里出现了一只独眼的怪兽。 画面还能清楚地看到一只人类的手。 原来刚才递毛巾的并不是丈夫,而是眼前这一只不明怪物。 女孩无力地恳求丈夫不要离开,画面就变成了杂讯。 消化到第十五号频道,一位老人悠哉地在深夜里钓鱼。 老人感觉到了鱼竿出现动静,便试图将上钩的东西给拉出海岸。 老人成功钓起了一只鱼,就在这时,老人耳边传来了一个声音,询问老人钓到了什么。 老人一开始不以为意地表示自己钓到了一只新鲜的鱼,但接着才回想起自己身边没有任何的人。 只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手上的鱼突然扑向老人,画面又再度变成了杂讯。 看到这里,相信玩家们都应该感觉到,游戏的故事都将会和恶魔有着紧密的关系。 刚才所看到的一切,貌似都是遭到了恶魔所攻击的对象。 那究竟,电视里的这些画面,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玩家交换到了第18号频道,一位名叫玛丽欧的小孩在跟他的朋友胡安一起在草场上玩球。 随着天色见完,两人也准备回家。 可就在这时,一位名叫马赛洛的男孩却跑来捣乱,直接把两人的足球给踢出千里之外,让两人都感到非常生气。 然而,这颗球是胡安的家人在辛苦赚到了钱后,买给他当作生日礼物的。 所以,即便已经来到了晚上,他和玛丽欧都依然拿着手电筒,试图在森林中找到那颗球。 可是,正当他们两人找到了那颗主球之后,那颗球正好就在黑色怪物的手上。 微弱地询问一句,这是你们的妈,画面就变成了杂讯。 来到了第二十号频道,画面是一个诡异的男人,透过道放声音会听见他说了一句我想你,接着就变成了杂讯。 二十二号频道,一具尸体躺在了床上,周围都充满了悲伤哭泣的人。 我们貌似是以床上尸体的灵魂视角看到了眼前的一切。 灵魂感到错愕,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能够说话,其他人也不能够看到他。 不管怎么呼叫妻子还是小乔治,都没有人搭理。 这让他明白了自己已经将要离开,并对家人感到依依不舍。 就在这时,黑色恶魔又再次出现,对方询问灵魂是否已经准备好跟他离开。 他先是表示,灵魂之后会去一个美好的地方,但剩下的其他人也再也无法和你相遇。 因为这些人将会面临比你更糟糕的命运。 即便灵魂再三询问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事情,但黑色恶魔却只是和灵魂说, 他脱离了自己,但其他人并不像你如此幸运。 不管灵魂怎么求饶,黑色恶魔都不予理会。 第23号频道,一对情侣在跳着浪漫的舞。 男孩一边温柔地抱着女伴,一边说着永远不会离开, 并表示在跳完这支舞前都会一直在一起。 当轮到他的时候,他就会在这里等着对方把他接走。 原来男子身旁的女孩早已变成了一具尸体。 第26号频道,又是一个不断重播我想你的画面。 一个男子的眼睛逐渐变化,最终整颗眼球变成了全黑。 快进到了36号频道,依然是一个我想你的画面。 从跟恋爱要素相关的片段来推断, 或许和女伴舞蹈的那个男子最终也惨召了不测。 转到了第28号频道, 一名男子在树下不停地求饶, 他眼前的人是一个女孩子。 他的眼球变得相当奇怪,要求男子放弃抵抗。 因为不管他做什么,都是没用的。 伴随着刀子刺伤的声音, 刚才的男子倒在了树下,树上画着了一个符号。 来到了第32号频道,一个家庭正在观看新闻。 新闻播报的正是28号频道出现的那起事件。 母亲担心着自己的儿子是不是遇见了什么事情。 自从他朋友的母亲过来探望他之后, 他就变得相当诡异。 而男子一人坐在了沙发上, 看着电视的新闻。 情不自禁地发抖着。 新闻记者表示, 最近的几周里,小镇发生了许多凶杀案, 叮嘱小镇里的居民们不要在晚上独自活动, 画面转到了电视前的男子, 甚至刚才将朋友的球给踢走的马赛洛。 原来刚才他将朋友的球给踢走之后, 回到家时,对方的母亲却早上门来, 表示他们家儿子迟迟还会回家, 这让他内心感到相当不安, 不停地告诉自己不是他的错。 他之所以把球给踢走, 就只是不满他们没有邀请他一起玩耍, 想要捣乱他们罢了。 幻音刚落,身后传来了球的声音, 虎安的球滚入了他家里, 害怕的他慢慢靠近, 认为他们两人站在了他家门外, 可就在他打开门时, 门外站着的却是已经被恶魔给操控的他们。 接着我们来到了38号频道, 频道画面是一个男子正在和妹子艾米莉亚 吃烛光晚餐约会, 玩家可以选择和他聊天, 继续发展, 也可以选择拒绝和他约会。 只不过正当我们选择了不喜欢他之后, 画面会显示停止抵抗的字句, 然后又会强制重新开始约会。 随着气氛递进, 艾米莉亚会越来越喜欢上我们, 甚至脱下了衣服, 愿意跟眼前的男子物理交流。 只不过如果玩家坚决离开, 那么画面就会来到另一个场景, 艾米莉亚坐在了我们的面前, 表示我们是不可能逃得出她的手掌心的, 为何不选择直接享受其中呢? 忘掉了逃跑吧, 享受面前的一切吧。 最终画面切换到了男子的脸庞, 直接男子一脸幸福的笑着, 他已经不能够感到更加快乐了。 最后男子一脸被榨干的躺在了树下, 后颈有着一个黑色的东西脸着他, 旁边有着一棵巨大的黑色树, 周围也都充满了人的尸体。 来到了42号频道, 一个小女孩正躺在自己的床上熟睡着, 突然被外面的动静给吵醒的他, 以为是父母回来了, 所以便跳下床出去查看, 然而站在门外的竟是黑色的恶魔, 恶魔表示终于找到了女孩, 接着便说到他是最后一个他要找的对象, 女孩过去因为看了许多怪兽的电影, 所以眼前的恶魔并不会让他感到害怕。 接着恶魔也表示会带女孩去找他的父母, 小女孩最终留下了他心爱的小兄, 要求小熊帮忙看家, 如果爸爸妈妈或者哥哥先回来了, 就先陪陪他们。 然而小熊虽然告诉了女孩不要跟他走, 但女孩还是放下了他和恶魔一同离去, 孤单的小熊也流下了眼泪。 故事的最后, 恶魔似乎真的带女孩来找他的父母亲了, 只不过父母早就已经不再是熟悉的他们了。 那到底这段故事在讲出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将过去的一些蛛丝马迹给拼凑起来, 让玩家们能够更理解故事的内容。 不知道玩家还记得频道8中出现了由鸡蛋形成了304号吗? 如果玩家将电视频道转到了304号, 就会看到小乔治和爷爷的一段回忆。 小乔治和爷爷在那座雕像前祈祷着, 但小乔治并不明白为什么爷爷要对这座奇怪的雕像祈祷, 甚至还导致小乔治遭到了同学嘲笑, 因为村里大部分的人都是跑到教堂祈祷, 然而这时爷爷对于小乔治的言行举止感到不满, 谴责小乔治不应该只是把他当作一只娃娃, 生气的纠正小乔治应该要祈祷三次还得展示尊重, 并也要求小乔治不要忘了这件事。 这时如果我们再次回到了频道8, 就会发现原来8号的男子正是乔治, 这时我们再次让乔治跟着爷爷的指示做, 祈祷三次再展示尊重。 那么出门时,乔治竟会受到不明力量的撞击, 躲开了倒下的电线杆, 只不过他躲过了意外死亡, 却被黑色恶魔给扫上门来, 没有躲过黑色恶魔的杀害。 而如果我们将电视转到了第13号频道, 会发现到这里貌似是在进行着一个仪式, 画面中央有着一个红色的眼睛标志, 这个标志正是黑色恶魔的眼睛, 而眼睛周围的符号也都对应了刚才电视中所出现的剧情, 假设玩家都把所有剧情看过了一遍, 那就代表黑色恶魔已经成功找到了这几个作为祭品的人, 也因此最终我们回到第13号频道时, 再按下眼睛后就会进入游戏的结局。 画面来到了夜晚, 一位名叫李卡多的男子开着车在路上行事, 发现前方出现了一位老婆婆, 善良的他便停下车让老婆婆搭顺风车, 将他送往附近的小镇, 两人也开始在车上聊起了天, 老婆婆先是询问李卡多是来自哪个小镇, 李卡多表示自己是来自卡内拉小镇, 老婆婆接着便说对于小镇发生的事感到很抱歉, 虽然李卡多不太想要提起这件事, 但老婆婆也继续地开始追问李卡多关于小镇的事, 原来李卡多因为小镇的那件事, 从而导致失去了家人和朋友, 不过紧接着老婆婆就靠近了李卡多, 并表示自己是一个巫女, 能够看到李卡多内心深处他们的灵魂, 而他们也非常地强念你, 原来老婆婆正是黑色恶魔的化身, 在吞噬完了卡内拉小镇的居民后, 他也打算前往其他的小镇吞噬灵魂, 最终李卡多也遭到了黑色恶魔杀害, 李卡多的灵魂来到了黑色恶魔的体内, 并在这里看到了他的家人, 而他正是当时和恶魔走的小妹妹的亲哥哥, 一家人也终于团聚在了一起, 游戏基本上就是一个讲述恶魔降临卡内拉小镇, 并吞噬了小镇里居民的灵魂的故事, 游戏的某些频道可以看到一个东西正在泥土地慢慢地生长, 随着植物越长越大, 会发现这正是黑色恶魔的体型, 而在38号频道中, 我们也看到了正在吸食人类的黑色恶魔, 大树的完整体, Nightmare Zapping的故事到这里也正式结束, 除了主线巨星的频道之外, 如果我们在游戏里打入666的恶魔数字, 也会看到一个红色恶魔坐在了玩家的面前, 并表示彼此会再次相见, 除此之外, 我们甚至还能够和作者Model 19对话, 而且作者还把自己过去的游戏作为彩蛋放在了游戏里, 频道号码也都是游戏发售的日期, 在和作者的对话中, 可以看到作者对于开发游戏的想法, 并听他讲述自己的心声, 而他也非常感激玩家们的试玩, 并希望玩家可以到他的平台上留下意见, 让他可以不断地进步。 虽然Nightmare Zapping的故事没有达到非常惊艳或难以忘怀的高度, 但Model 19还是利用了新颖的叙述方式来呈现剧情, 一开始利用零碎的方式去描述故事, 却在游戏进行的过程中, 让玩家慢慢摸清游戏真正的背景, 这种做法就和知名独立游戏作者Sanbarlo的叙事手法相似, 不管是Her Story, 还是2022年被选入最佳剧情叙事等奖项的传世不休, 都是非常好的作品, 即便有玩性低, 但他依然凭借着拼凑剧情的玩法而深受玩家的喜爱。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结束啦, 不知道玩家们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